女人身患癌症命不久矣 闺蜜却趁机抢走了她的丈夫 两人还计划 等自己死后 拿着十亿保险金去享受人生 秀敏不想再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 想去医院带志源出门散步 再一把将她推下轮椅 这些话被刚好回家的志源听到 由于丈夫没交住院费 她被医院赶了出来 结果却听到了如此炸烈的对话 志源拿起桌上的化妆品 就丢向了这对狗男女 看到这一幕的志源痛不欲生 她想起一天前秀敏还来医院 鼓励自己不要放弃治疗 而结婚当天的手捧花 志源也是毫不犹豫的抛给了她 当时的志源感到很幸福 身边不仅有疼爱自己的丈夫跟闺蜜 还有将自己当亲女儿看待的婆婆 然而好景不长 由于结婚后自己迟迟没有怀上孩子 婆婆开始露出真实面目 当时的丈夫还会为自己说话 然而没过多久 丈夫辞掉工作 开始投资股票 幻想着一夜暴富 这一刻的志源才知道 丈夫是个妈宝男 然而有一天 正在接受领导批评的她 突然流出了鼻血 当时的她并未在意 下班后直接回了家 可刚走到门口 就发现坏的房门还未被修好 而丈夫只顾着打游戏 而这时 她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 来到医院检查 结果是癌症晚期 得知情况的家人 非但没有安慰她 伯伯转身警告志源 志源感到无比心酸 不久后她住了院 可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 而唯一会来医院陪她的秀敏 竟然在自己不在家时 光明正大的睡在自己的床上 她一把将结婚照摔碎在地 丈夫警告志源 别做这些无谓的挣扎 毕竟她这样子 根本做不了什么 离开时还推了志源一把 秀敏心怀愧疚地走上前 志源听到这话深受打击 他一把拽住秀敏 用拳头砸在她的头上 志源撞伤脑袋后 当场死亡 两人为了逃避刑法 计划将志源的死伪装成意外 而当志源再次开眼时 竟意外回到了十年前 而她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渣男老公 志源立刻抓住了她的头发 然而她疯狂地举止 被公司的部长拦了下来 志源疑惑地看向身后的同事 连忙冲到了镜子面前 看到自己那年轻的十岁的脸 她震惊到不小心摔了一跤 还好部长及时出手 再次看到背叛自己的两人 前世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 志源情绪失控地冲了出去 部长不放心地也跟了出来 部长安抚住志源的情绪后 看到她光着脚 于是替她将丢失的鞋子找了回来 志源没有回答 因为她发现自己回到了十年前 部长将她送回了家 还关心她家里有没有热的东西 看到志源支支吾吾的样子 她从钱包里掏出了一打现金 志源没想到部长如此暖心 于是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而她刚进屋不久 部长又按下了门里 志源走出来时没看到人 只有墙上挂着的一袋食物 她吃饱喝足后 开始梳理自己对部长的认识 在她的记忆中 刘部长会在21年 晋升为UK的代表理事 只有志源知道 部长会在几年后继承UK公司 他将口袋里的钱整齐地放在桌上 突然一张标有爱心的现金 引起了他的注意 志源记得 这是父亲当年在上面标记的 同时穿越之前 他打车赶回家 到家门口时 将这张钱递给了一个司机大叔 大叔当时并没有收 当时的志源还感到莫名其妙 此时的他才意识到 原来那时候的大叔 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顿时崩溃不已 志源还沉浸在悲伤中 突然房门被人打开 而进来的人 正是他前世的渣男老公 志源来到小餐馆时 秀敏发来关心短信 不放心的他 正在赶去志源家 志源连忙让他别过来 还特意强调 自己现在跟敏焕在一起 敏焕拿了一瓶烧酒过来 志源正要喝上一口 敏焕立刻拦住了他 他可以既往不休白天的事 只是不明白 志源什么时候怀了孕 志源这次才想起 前世的他那阵子吃不下东西 就误以为自己怀了孕 敏焕见他没有回应 于是称 现在正是志源的上升期 千万不要因为孩子丢了工作 紧接着表示 自己愿意出一半的手术费 志源这才意识到 前世自己怀不上孩子 可能是丈夫的问题 敏焕正要问责 他白天揪住自己头发的事 志源提前开口提出了分手 敏焕不解地追了出来 将志源按在墙角扼住了喉咙 志源害怕地大声呼喊救命 最终两人来到了警局 警官却称 情侣间的吵架 他们无能为力 听到这话的志源气愤极了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警方送他回了家 志源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行 他的钱目前全在敏焕手里 对方还用他的名义借了钱 连退职金也先领了 如果他逃跑的话 手中仅剩了钱 连一个月都撑不过去 此时敏焕发来短信 为刚刚的行为道歉 还打算这次股票赚了大钱 就给志源买个包 志源记得前世丈夫投资的这只股票 赚了不少钱 他连忙也跟着买了一只 第二天 志源来到医院检查 发现自己还未得癌症 现在只是个小小的胃炎 他决定 这次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志源来到书店挑选了许多书 全意外在这里遇到了部长 部长看到他都拿了些 有关股票跟离职的书 问他是否准备从公司离职 志源连忙为昨天的事道歉 当汤饭端上来时 部长顺手摘掉了眼镜 随后问他味道怎么样 部长立刻递上去一杯水 志源看到他如此体贴 感到有些意外 部长问他真的要离职吗 志源表示自己正在考虑 他不想继续现在的生活 想对此做出改变 志源突然想起 自己前世这个时候 他已经开始准备跟敏焕结婚 部长正要说什么 志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是秀敏发来的 他没有理会 另一头的秀敏感到很奇怪 自从昨天志源在公司里引起骚动后 就再也没有接过自己的电话 这边的志源注意到部长手臂上的伤疤 跟自己前世手臂上的一模一样 察觉到暧昧的气氛 志源连忙松开了手 离开时 部长告诉志源 他是个十分有能力的人 虽然结婚很好 但他现在离职太可惜了 部长转身时还想补充几句 可惜志源已经走远 他感到很是失落 回到家的志源 回想前世部长在自己印象里 总是板着一张脸 他对此还感到很害怕 没想到真实的他这么慧言十足 志源自身确实很有实力 只是结婚后不能在公司抢了丈夫的风头 所以才隐藏了自己的光芒 第二天志源去到公司 看到敏焕正在等电梯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爬楼梯 终于来到办公室 可坐在对面的敏焕 一直呼叫着他的名字 志源选择了视而不见 然而秀敏突然跑了过来 问他怎么不接自己电话 看到秀敏那张天真无邪的脸 志源难以置信 他今后会背叛自己 于是谎称自己昨晚看到一篇文章 上面讲述了一个女孩得了癌症 却看到他丈夫和闺蜜搞在了一起 这时科长的声音传来 科长批评志源做的企划案烂透了 志源记得前世自己的提案被驳回后 秀敏一次不改地将他的提案交了出去 结果被科长一顿称赞并且执行 秀敏因此变成正直步步高升 可面对眼前这个无能又无理的无赖 志源一时无言以对 他郁闷地来到茶水间 突然他看到一个同事将水杯放在了桌边 而这个场景在前世也出现过 当时他为了保护水杯 志源这次理智了很多 然而他一出门 就差点被一箱东西撞到膝盖 志源还没平复心情 敏焕又找了过来 志源逃跑时再次撞到了东西 最终还是撞伤了膝盖 很快他意识到 即便自己躲开了原本的伤害 却还是无法避免伤害的出现 前世他不小心烫伤了手臂 今世这道伤疤却出现在了部长手上 而回到工位上时 他又得知 敏焕卖掉了那只暴涨股 转头又买了一只暴跌的炒作股 他怀疑是自己买了暴涨股 才导致敏焕中途换股 很快 志源意识到 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 然而只要让它发生就行了 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 于是他决定 将自己前世的不幸 统统转移给秀敏 志源故意叫上秀敏和敏焕 一起去食堂吃饭 打饭前 秀敏突然咳了一声 志源立刻意识到他要食坏 果不其然 秀敏借口找座位 环顾四周 然后故意转身 拐了志源一下 本想将盘里的泡菜 撒在他的身上 然而志源迅速伸出一只脚 看到泡菜全部泼到了 敏焕的白犬山上 志源开心极了 紧接着志源又走上前 关心敏焕 志源起身去拿纸巾 身后传来了一个求助的声音 他连忙询问是不是需要卫生棉 对方立刻回应了 很快志源帮了这个忙 女孩感激的不停鞠躬 看到俩人还是同事 女孩准备好好款待一下志源 志源却谢绝了他的好意 随后让他转过身后 看到裤子上沾有血迹 他立刻将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女同事的身上 女同事夸戴完志源后 又开始抱怨 刚刚有个女生进来 自己苦苦哀求他帮忙 结果他只是不停地碎碎念 上完厕所洗完手就离开了 志源记得秀敏刚刚去了一趟厕所 于是邀请女同事一起用餐 刚回到座位上 秀敏又开始假惺惺地给敏焕道歉 志源知道敏焕心里肯定气炸了 这件衬衣 他求了自己一年才给买的 于是志源故意提起 这件衣服120万韩元 秀敏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瞬间勾起了敏焕的同情心 他强装大肚 让秀敏不必在意 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看到俩人眉来眼去 志源感到一阵恶心 吃饭时还不小心哽咽住了 女同事见状起身给他倒水 没想到秀敏甜不知识地 让同事也给他淡一杯 志源立刻更换了一副面孔 表示刚刚只是友好的提醒 离开时 他特意叮嘱敏焕 多陪秀敏坐一会儿 紧接着 志源来到茶水间 给刚刚的女同事道歉 而俩人并肩离开食堂的画面 让身后的秀敏看了很是吃醋 等电梯时 他告诉敏焕 志源好像生气了 就因为自己弄脏了敏焕的衬衣 突然面前的电梯门开了 秀敏忍不住触摸了一下 这把敏焕吓得一惊力 秀敏为了转为正式员工 可谓萨费苦心 他找准时机堵在男厕所门口 看到科长出来 立刻扑了过去 科长一看到他就心花怒放 头脑一热 什么都应了他 然而等科长一走进会议室 看到其他女同事素面朝天 立刻借口 企划案不行 将众人臭骂了一顿 志源正要反驳 秀敏却抢先一步 他吩咐女同事 将企划书用订书机订好 还让志源去倒杯咖啡 自己则拿着写的企划案 虚心地让科长指点一二 秀敏的做法 让志源有些大跌眼镜 他确定是时候该换科长了 志源出来时找到杨代理 科长的位置本该属于他的 却被一个关系户撬走了 志源虚心递出自己写的企划案 让杨代理给点修改意见 不料这一幕被秀敏看到 秀敏走过来问志源在干什么 他连忙借口 秀敏患找自己留职大吉 第二天上班时 看到秀敏跟科长走在一起 志源有些震惊 三人进入电梯后 部长也走了进来 秀敏看到那张帅气的脸 开始放花痴 可惜部长的目光 一直落在志源身上 志源跟随部长来到天台 告诉他自己并不打算辞职 还拿出了父亲给他留的那张现金 部长很高兴他的决定 并问他周末有没有空 然而此时秀敏走了过来 称自己周末约了志源 部长听后有些失落 失去地转身离开 志源却在下班时找到了他 志源解释 自己有点不想赴周末的约 部长却让他勇敢地去试一试 志源听后有些莫名其妙 杨代理看了志源的企划案 夸他写得真好 志源告诉他 科长从没有认真看过企划案 就因为是关系户 经常在上班的时候摸鱼 杨代理却有些不相信 志源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来到公卫上 将之前被否决的企划案 浇了上去 只是更换了纸张的颜色 科长激烈的反应 让志源一阵暗爽 杨代理彻底相信了志源的话 也决定跟他站在同一阵营 休息室外的秀敏 注意到了两人灿烂的笑容 心里一阵酸楚 他偷偷来到志源的公卫上 翻看起了摆在上面的企划案 紧接着下班后将科长约了出来 故意在科长面前提及志源是韩国大学毕业 不仅聪明 还有点野心 秀敏趁机添油加醋 秀敏称志源经常向他抱怨 科长这个人不识才 没有眼光 科长当场动怒 没想到志源是这样的人 秀敏又提起志源 昨天印错的那个企划案 虽然看起来很糟糕 但上面的点子很不错 那个宣企划案 您去帮忙 我跟我们一起发现 跟他一起发现 同事吗 是的 只有专心 不理想尽管 我一定不是说 我真的 帮你保持很平安 大一般远室 dope 专心做一件事 那你变得担心 后来 那我们俊敏 你给她的介绍 就专门 对 志源半夜买了一瓶高浓度的酒 计划将秀敏跟敏焕灌醉后 让两人顺理成章的在一起 志源正准备约秀敏来家里 一打开手机 就看到秀敏发来的多条示爱短信 志源强忍着恶心 发消息让他快点来 然而他发信息时 忘了添加可爱的表情包 瞬间引起了秀敏的不满 他回家时看到地上的皮鞋 知道敏焕已经提前来了家里 而在卫生间的敏焕 正卖力的给身上擦香香 期待着等会儿大干一场 志源不仅错失了一次好机会 眼下还必须解决面前的麻烦 看到敏焕已经坦诚相待 志源的尖叫声响彻了整栋楼 敏焕郁闷的找到朋友 想让他给自己介绍个不错的女孩 为何他偏偏是江志源的朋友 让我连尝试一下都不行 敏焕忘不了秀敏那甜美的笑容 渴望投入新的感情来化解忧伤 朋友提醒他 不能对不起志源 敏焕却觉得 他只是用来结婚的 另一边的志源还在公司加班 突然他注意到桌上的一份礼物 是秀敏留给他的情侣耳环 希望他去参加聚餐时一定要带 志源看着手中的袋子 思绪回到了前世 来到餐厅却不见秀敏的身影 他正要离开时 突然跟孝爸撞了一下 在秀敏的强烈要求下 志源留了下来 却只敢一直躲在厕所 这时孝爸的声音传入了耳中 三人还在外面吐槽 志源竟然赶来参加同学会 一名同学好奇 志源跟秀敏是怎么玩在一起的 孝爸解释 秀敏是个单纯的孩子 如果没有他在 志源连烤肉也没得吃 这句话瞬间让志源 回想起了高中时代 没有一个人 愿意替性格软弱的他说话 只有秀敏 孝爸还提到 志源今天戴的耳环 跟秀敏一模一样 可惜他一眼就看出 是个假货 此时孝爸想起 吃饭时 志源一直不在座位上 意识到 他可能躲在厕所的几人 随即踢开了每个隔间 终于找到了躲在里面的志源 回想到这里的志源 当即决定 周末不去同学会 志源刚走到楼下 再次看到了部长 两人有默契的 想从同一个通道进出 连忙让部长先行 部长却坚持 他先出来 刚走近 部长就注意到了 志源手中的袋子 志源记得 前世部长也对自己 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当时的他 出于对秀敏的信任 并没有当回事 看着志源离去的背影 他的内心一阵失落 因为他已经暗恋志源多年 本剧到此暂时告一段落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